今天要做一个我很不想教的东西 因为足足的会影响到咱们的生意及业绩 但是不教也不行 因为预告过多次了 拿两台手机 连线成4G EF P OK了 想不想听呢 各位我的好朋友 拿两只手机 连线成4G EF P 它还可以做Room in Room out 还可以打字幕 Povisia上logo 当然还可以监听 还可以上无线麦 两只手机的距离呢 可以长达200公尺 这下子就精彩了 那么两只手机距离200公尺 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哎呦 现在这最起码有三级大地震 好的 我们如何让两只手机变成什么呢 变成4G作业画面 好 各位看到这一机我把它压黑 压黑了对不对 OK咧 好 那我们再把另外一机画面调出来 好 这是另外一机画面 好 颠倒了对不对 好 这是告诉你有这个功能嘛 你可以掉在墙壁上嘛 倒挂的嘛 好 那么颠倒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把它颠回来就行了 颠回来也行了 两机画面 再来三机画面 第三机画面 第三机画面 让你们看看 各位看一下这里 这里就是第三机的画面了 这里 三机画面 刚刚是用了这个手机呢 当作一号机 二号机 现在这里是三号机 咱们当然还要来个四号机 四号机 四号机呢 就完成了 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 有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 这么多机要干嘛呢 不妨大家思考一个重点 假设我棒球比赛 那么我就有球场观众 那我另外一机呢 就负责roon的特写 那整个roon法呢 我们roon给你看 让你们知道一下 它怎么个roon法 我们roon进去 那我们roon进去 当然要用个这种画面 让大家看得比较仔细一些些 仔细一些些 知道什么程度呢 这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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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办 好 那我们把它颠倒一下 ok 好 颠倒一下 好 那我们整个roon呢 开始roon了 roon 可以roon到这么远的地方 那你可能没有感觉 好 我们roon 拉回来 拉回来 当然你也可以加滑鼠啦 你会觉得说 手在那边 滑来滑去 没啥小路人 你可以把它加滑鼠 好 今天这个示范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简简单单的 拿两只手机呢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 玩赚你的EFP 好了 请各位备送 注意备三个字母叫EFP 当两台相机 两个画面连线作业的称谓 我们叫做EFP 一台机器的作业 我们称之为 ENG 单机作业 两台机器以上 利用脚架作业完成呢 就称之为EFP EFP 好 那么 多多少少 你也懂些 专业术语的应用 咱们呢 也不要在这边卖弄了 好 上个字母 好的 那么多机用途 已经交给了大家 那如何能够妥善的运用呢 请记得自己融会 管通 哇 这么多人在看呦 好的 那么 这么多机机呢 我这几天呢 会带着我的相机 去直播银河 银河那么暗 怎么能直播呢 就让我发现了几台相机 它是可以录银河的 它银河是可以录下来的 而且是可以做live的 整个银河的过程 不需要透过照片直接用相机把它记录下来 就像我那时候弄萤火虫一样 把萤火虫呢 整个的这个 过去的萤火虫直播 必须要透过 几乎不可能 因为时代是太暗了 暗到几乎不可能把萤火虫拿来直播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BOSS呢 也克服了这个不可能 那天完成了直播 于是乎又让我想到了 那你们白为什么不拿来做银河直播呢 所以呢 这几天呢 开始想说北部哪些地方呢 光害较不明显的 也希望大家提供意见 在台北北部 光害不明显的地方 交通方便的地方 看得到银河的 星空的呢 也请大家帮个忙 提供一下意见 掺着掺着 那麽我就找个实践呢 就来去给它弄一下 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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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一下之后呢 而且 Logo抢掉了 � corazón 那今天这个示范 相信大家应该受益为浅 我们用了一枝叫做s8plus的 那个删爽牌手机 搭配了安卓手机 然后你们看一下 咳咳咳咳 歐歐歐歐 打噴T 請 來開始 好 整個接線方式開始說明 首先呢 一支 iPhone手機在這邊 那很明顯呢 因為逆光的關係看不到 接下來呢 這裡有一條線 叫HDMI線 Lightning to HDMI 那你可以插電給它 順便供電給你的手機 好,我想辦法把亮度調到OK給你們看 這樣看不到亮度實在是對你們很不好意思 明拿三萬的就不好意思 亮度調上去 EV,用EV法 調EV的方式 幫大家把亮度調上去 今天沒帶到滑鼠 雪特 我讓你們看清楚還真是對不起你們 因為這太重要了 容我再努力一下 亮了亮了,我的媽終於亮了 好,對焦 好,各位看到這是一支iPhone8普拉絲 那麼這是用一個叫做ProMovie的軟體 那ProMovie軟體弄上去之後呢 我們接著就可以輪一輪啊 很滑順的,超級的輪一輪啊 輪的不要不要的啊 很輪啊 很輪啊 這麼輪一輪呢 就是手機 再來就是這邊了 各位看一下 這裡有個白頭頭 這個白頭 JHDMI 嘍 那再接電進去 手機就長時間供電了 嗯 了解嗎 好 再來呢 我們接到哪裡呢 我們給你看一下畫面 這邊設定一下 鏡頭切換自拍 自拍呢 目前我找的這個軟體呢 有BUG 它有BUG 什麼BUG呢 也顛倒是非 顛倒是非 顛倒是非 HDMI就送到這裡來了 這裡 這裡 手機剛剛的 HDMI送到這邊 這裡就是現在在收音的麥克風 好不好 然後呢 嗯 嗯 這裡呢 就是充電 記得買PD的 Q Quick Charge Quick Charge 的行動電源 就可以讓你手機齁 電飽飽的 滿滿的 齁 播到死為止 這裡就直接接到手機來了 這叫Hoster 直接接到這邊來 Hoster 就這邊這邊這邊 接進去幾號列 你們就看到雙機作業了 嗯 好 四機作業完成 嗯 或許是雕蟲小技啦 但是呢 個人覺得呢 還不賴 所以跟大家分享 哪兩支 報廢的手機 再配一張J5卡 你就可以做到 四機作業了 好啦 那這時候有朋友會問到 我 我 能不能再更多機呢 告訴各位觀眾 我呢 已經針對這個東西了 齁 之前已經示範教學過 可以很多機 你要幾機我都弄得出來 齁 問題是 那麼多機的用法呢 又不太一樣了 好 呃 boss 光害少 也表示 四機訊號不太好 直播還OK嗎 這個問題挺有深度的 這一點 等我播的時候 會教大家 怎麼樣去做到 直播 光害 偏僻 又能夠有訊號的方法 根據我多年的經驗 這必須靠一點點人品 啊哈 各位觀眾 iPhone今天呢 又出槌了 嗯 iPhone又出槌了 ok 我們來看iPhone出槌 iPhone出什麼出槌呢 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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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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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機的溫度過高了 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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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kimoji 我錄音啊啊 啊 溫度過高了啊 啊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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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比較好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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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就是他不给我交 那么我们也没人要听 那既然没有人要听呢 咱们今天就交到这边为止 简简单单的 让两只手机 然后呢 完成4G EFP作业 希望今天的教学 对大家有帮助的由 J5截取卡 iPhone HDMI Out 这是两个材料 怪机师都有在卖 那么要100公尺 有100公尺的拉线房 不要100公尺呢 也有无限的拉线房 无限的传输房 再来这几天要教各位的是 用J5卡 和全世界的 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人 进行联播 如果说你们有要学的话呢 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 天涯若比铃联播法 天涯若比铃联播法 有妹要过来哦 天涯若比铃联播法 天涯若比铃联播法 那这个测试到这边 那么让你们看一下 每杯者养娃娃 大热天的 这边出现的女生 大部分都是 中国那边来的留学生 才会走这边 因为这里很多中国来的留学生 只是有没有进来我不知道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测试 用两只手机搭四路画面 简易导播机 安卓跟 iOS系统混合运用 我们下次再见